大家好,我是Den 昨天,SBS电台的时事采访节目 《空空曼亚》以外 播放了采访塔江安补补的片段 对,就是我们之前看过的 相差37岁的姐弟恋情侣YouTuber 当时让网友们最质疑的部分就是 两个人是不是真的夫妇关系 是不是真的有经营过非法查误 结果透过昨天的节目发现 两个人真的是 实事婚姻关系 但是 在这个节目播放之后 却引起了更大的争议 昨天在节目中 两个人为了证明他们是夫妇关系 所以就带着制作组去了妇产科 奶奶委屈地表示 我希望以后我不在了 老公也能有个孩子陪伴 所以就想要试试管婴儿 我62岁开始不来月经 而在68岁去的妇产科 不就证明了我是多想要这个孩子吗 但是医生说会很危险 所以就放弃了 然后制作组要求两个人同时回答一下 他们两个人第一次相遇的地方的时候 两个人都瞬间沉默后 奶奶要求这个问题能不能直接跳过 最后说了是在餐厅认识的 但是后来说了嘴后 用很厌烦的表情承认了 其实是在茶房认识的 但是不是网友们说的那种 非法卖票茶物 对此之前在这奶奶经营的茶物 上过班的女职员对制作组表示 我在17岁的时候 第一次在奶奶这边上班 当时包括我有很多未成年人 然后没有陪客人那个是谎言 奶奶非常希望我们送茶后 能跟客人待久一点 然后这位叔叔是 之前开车送我们到旅馆的Tico叔叔 两个人是老板跟送小姐的司机的关系 对此奶奶反驳 对了制作组没有公开 这是女职员的采访内容 如果客人看好女员工 想要带她出去的话 女员工就会说 姐姐我一个小时后回来 或者是两个小时后回来 这样的话 我们也只是他们的雇佣主而已 不会说哪个女员工陪客人出去后 收了多少钱就会跟她分成 只是会跟她收一点 工作时间没有工作而外出的费用 简单的说就是 不管他们两个人是去恋爱 还是喝酒 或者是过夜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那些跟我没关系 是那些女孩子们的事情 我们只是单纯的送外卖而已 因为我很纯真 然后奶奶接着说 我现在才想到了 这应该都是XXX造谣的事情 是吧 就是她 知道这么详细的人应该就是她 应该是知道我们做YouTube了 所以就想要造谣来陷害我们 然后奶奶告诉了制作组 比自己小22岁的前男友的联络方式 然后在制作组跟前男友的采访中 前男友表示 当时奶奶用自己的名义借了高利贷后 因为雇佣未成年人被检卷 遭到停止营业 所以就离开了她逃到其他地区 自己现在还在还这个钱 很多次都有要想不开的时候 目前正在接受政府的基础补助过生活 然后在采访中能看得出来 大约50多岁的前男友 真的不知道什么叫YouTube 最后制作组问了这位叔叔 真的爱自己的妻子吗 的时候 他回答 现在也有在座 真的很爱她 但是在影片结尾 制作组暂时离开座位的时候 两个人以为拍摄结束 就说出了真心话 我们只要能让这节目好好拍出去就好 就算有人留恶评说我们是造假的 删掉就好 要坚持三个月左右 我们只要能赚到钱就行了 然后要像我一样坦然 你太关注留言了 都是你的问题 目前塔强安补补一个礼拜 大约上传三支影片 每集都会突破三四十万的观看次数 非常有人气 我们来看一下 塔强安补补影片底下的留言 真的太傻眼了 拿出勇气接受采访的受害者们 都跟你们无关吗 什么只要坚持三个月 能赚钱就可以了 真的是比那些后广告的YouTube们 还在侮辱观众们 每天张开眼第一件事情 就是搜索新冠肺炎确诊者数 然后就是确认奶奶叔叔的更新 就算是造假 留言都太有趣了 所以无法逃脱 你应该以为电台只会播放你们吼的一面吧 这奶奶只是上了年纪而已 太不了解这个世界了 管他是不是真的夫妇 怎么能够引比自己小二十二岁三十六岁的男生呢 然后他竟然在节目还说 用留言骂他们的人都会遭到惩罚 奶奶你有没有想过 你现在就是在接受惩罚呢 建议卖票查过是自己村镇 陪客人出去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塔强安补补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卡西姆杰克森拼命的礼貌手 昨天在KBS卡与特出界 卡西姆杰克森跟杰西一起表演了合作舞台 然后在这里 杰克森拼命的礼貌手 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啊 太好笑了 哇 疯了 突然把手指伸开 也太可爱了吧 手会抽剑 下舞台后是不是拳头都不能握了呢 杰克森怎么每次年末舞台都会这么热门 去年不也因为那个JYP舞台的表情上热搜了吗 杰克森 好李的李 金李 天李 的李 赢李 片李 好李的李 金李 天李 的李 赢李 片李 你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